Hey! What's up? 我是一方 這個賽季要結束了 下一季的挑戰模式和普通模式各有不一樣的劇本 讓我來幫各位複習一下下個賽季的四種地圖劇本 首先是挑戰模式 獎勵新出皆有額外加成 可以這樣理解 就像馬力歐大亂鬥各種不同世界人物一起抓進來打 有兩種劇本 S3英雄肉影 屬六州爭霸地圖 各州有不同特性的加成 且這一季支援州的層次是可以調動的 可以一直撞一直撞 好爽啊 S5天下爭鋒 屬於南北對立的地圖 有四季加上24節氣的變化 中間有六道關卡 隔著兩隊人馬 接著是普通模式 也是有兩種劇本 S4群雄歌劇 屬於六州爭霸的地圖 各州加成特色差異大 有冰種寶物可以搭配 而且還有兩件喔 再接著還有冰種扇技可以一起搭配使用 但是記得曹操和劉璋勢力 是沒有冰種寶物的 S6赤壁之戰 也就是現在正進行的賽季 南北對立中間隔著一條長江做區隔 行軍因為滑著船時間會拉得很長很長 所以策略的訂定會較為重要 還可以放火烤肉玩串燒喔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 俠客軍每個劇本均有開放 除了英雄露影之外 皆有人數上的限制 像是群雄歌劇 每個勢力只能有200人 天下爭鋒和赤壁之戰 每個陣營各300人 那其實大家不要害怕 挑戰模式會遇到很強的對手啦 據說官方會以功勳 或是戰功做對手的匹配 不會遇到差距太大的對手 這樣勾起大家回憶了嗎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口水